大家好,欢迎回来Jazz channel,哈喽哈喽哈喽 今天呢,看我这样坐在地上就是不会讲美妆 但是今天很特别的我想和大家一起来 介绍给大家一部韩剧 就是我还真的第一次这样子坐在这里 和大家长时间的谈天 然后来做一个长的录影 所以要加油 好,这部韩剧呢 是在现在,昨天,对 我录影的前一天就大结局了 然后它不是什么韩国的 说热度很高也没有,收视率很高也没有 但是我就是看了之后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它的名字叫做,中文翻译叫直到疯狂 然后或者是其他地方 有些地方叫翻译到直至疯狂 也有一些地方翻译到叫做 要是没有疯狂的话 对,韩文叫做 它是一部在MBC电视台上映的戏 就是每个星期三星期四 晚上九点播出 这部剧 既然我看来说收视力也不高 热度也不高 为什么我会想要推荐这部剧呢?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韩剧 不管是韩剧还是其他剧 都是有一些偶像的演员 好像是个性 他去转去做演员 然后就觉得他的演技不是太好 但是这部剧是完全没有一个 我说拖后腿的演员吧 然后他也没有所谓的韩刘斯塔在演 所谓的韩刘斯塔就是你讲他的名字 就知道这个人比如说宋忠基 比如说李明浩等等之类的 就是那些我们归类在韩刘斯塔 但是虽然他这个 这部剧没有所谓的韩刘斯塔 但是他的那个男女主角都是 在韩国就是算是很知名的演员 有演过拿奖的电影 所以他的男主角就是 我要看小超一下 男主角的名字叫郑再勇 郑再勇他在2010年的时候 有拿过韩国青龙奖的男主角 青龙奖就是韩国的金像奖 金马奖 女主角的名字叫文树丽 其实你讲他的名字可能我们都不熟悉 但是如果我放照片出来的话 可能你们就知道他是谁 他也是演技丰富的一个女主角 然后演技也很 我觉得是蛮真的 所以你去看他们两位 这两位男女主角都是70后的出身的演员 所以可能对我们这种 我们会比较熟悉8090后 那70年代的演员都现在都差不多 40尾端 好像是50岁了吧 对 我们会熟悉的演员 有意外也叫做李相叶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综艺节目 叫Six Sense的话 大家可能会熟悉他 对 就是他 他也有在里面演出 他是做第二男主角 所以这部剧呢 为什么会那么吸引我 这个演技都很在线之外呢 当然还有一些演员 我们外国观众可能比较不熟悉 但是我们 我放图片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有演过什么戏的 比如说有金家恩 然后按内向 朴晨庚 朴香园等等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原因很重要 也是因为他的剧情 这部剧其实是在讲着 韩国的上班族们 不是新鲜人 是大概四五十岁的上班族们 在大企业要面临退休之前 拼命在这个公司 然后要守护自己的这个位置 然后拼命在公司如何发分图强 如何用尽手段来留下来的 然后有点沉重又有点搞笑 我现在其实昨天大结局 我看到十六集 然后我看到十二集 然后第一集他是说到 这个正在勇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崔潘石 他所在的部门 他是在一间 在韩国是算大的一个电子公司上班 然后他所在的部门 却需要被整顿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一个文树立 他是饰演在他们公司里面的人事部主管 你知道人事部在一间公司 就是那种没有自主权的吧 我觉得就是听老板说 要怎样就怎样 要加人工就加工 加人工 要扣人工就扣人工 要放假就放假 要不能放假就不放假 就是他是听大老板的 这个吩咐做事的 所以文树立呢 就是负责在他们 这个部门 认事部里面 负责裁员的 所以你会去看到 这第一集一开始就是很多 他这个崔潘石的部门的这个 他的做了一起做工作很久的 同事们都被裁员了 因为崔潘石他算是一个 蛮有自力的工程师 所以他被保留下来 没有被裁员 但是他被调到去另外一个 分行的人事部去 你想像一个做了 在一个公司 差不多四五十岁吧 你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差不多二三十年的工程师 就是开发新的产品的工程师 被调派去人事部 其实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他们想要 财员了 就是逼他自动移开这样子吧 但是他 你看人生四十岁的话 可能也是刚结婚 刚结婚 刚有孩子也刚刚可能 需要还是需要支付学费的那个阶段 然后可能刚结婚 刚买房子有房贷 这些种种种种的这些问题 他还在面对着 所以他被调派去人事部的时候 然后他本来也是想辞职的 觉得很 跟公司在搞什么 我是一个工程师 而且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要调到去那个人事部 人事部就是做那种 就是文职嘛 然后人际关系 就是跟工程师 是真的没有什么联系的 没有关系的 然后他就这样子被调派去 然后就 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就这样子展开了 其实我现在 可能还没有到四五十岁吧 我就三十多岁这样子 但是我已经在不同的大公司上班 有大概十多年了 对 然后虽然我所在的公司 都不是那种开发的一个公司 这个电视剧里面说的 他们是电子开发 他们做这个扫地机器人啊 洗碗机啊 然后吸尘机啊 但是 这些他们的发生的事情都 其实我的身边的人都在经历 不是说身边的人 我自己可能也在经历着的 比如说 他除了说这两个主角的事情之后 他们也是有带到其他部门 其他每个人不同的性格 比如说 这个崔潘石 他是很高级的工程师 他很一流 他能够去发掘不同的这个 产品 能够让公司接受 然后去开发 然后去卖 然后但是就是 你管理你的上市 其实我们这个叫做向上管理 You have to manage your boss 他是却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他就是一个是老老随时做他自己工作的人 就不会去和上市搞好关系的人 就是这样子说 然后你会去看到李向业 他也是负责 在这个公司里面是开发部的 算是有一个部门的最高的这个主管 然后他就是实力没有这个崔潘石 但是他却很能够 比如说和上市搞好关系 然后上市都很重用他 然后 就这样去看 其实他们每个角色 在生活上真的是有在发生 为什么我会推荐是真的在发生 在我们的身上 其实有一个很很重要的点是 就当这个文树丽身为这个 人事部的主管 但是他们这个公司 有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要很多人去一起解决的 然后李向业跟崔潘石 两个人是开发部 他们有这个专业能力的话 他们去到哪里 哪一间公司还是有这个价值的 但是文树丽身为人事部的这个 人事部的这个职位 就好像现在我这个职位 我是也是做稳职的 在公司里面做稳职的 就有点怎么说呢 如果我在这间公司待不下去的话 那我去信任一间公司的话 别人会要你吗 可能别人可以出 请一些比我们年轻的人 跟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而且可以给他人工比较少 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做 为什么会请一个差不多年纪三四十岁的 可能他可能随时会逐渐家庭 就是这些种种的问题 我看到很有趣 他收视率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大概到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之间而已 在韩剧韩国的公共台算是很低 虽然收视率那么低 但是我就觉得它是一部很值得推荐的电视剧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这种 到这个年纪的话 我们可能就随时像他们一样 虽然我们有侧带房贷 然后又要供养父母 如果有孩子的话又要供养孩子 这一个卡在中间的时候 公司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裁理员的时候 我们会大概 我们该怎么做呢 而且在这个 现在疫情的关系下面 我相信很多公司都有做过裁员 然后我们如何在 在这一个大环境下面 然后再去找新的工作呢 这个怎么说这部剧太现实了 所以我们这种二三十岁看的人 我们觉得二十岁的话 看的时候可能要好好的去预备 我们要去进哪一个领域吧 然后三十多岁像我这样子的话 需要好好的去订阅一下 我到老的时候四五十岁 如果一个公司不要我的时候 我该如何去找钱来去供养自己呢 还有供养家庭呢 我四五十岁的话 我们也该如何去面对 如果公司在我们最需要金钱的时候 踩掉我们呢 虽然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 比如说做grab 就是那种delivery的行业 现在在兴起 他们也是可以赚一个月5个的收入 像是我开始了这个YouTube channel 就是那些YouTuber的年龄层 都是大概十多二十岁吧 都是很年轻的 老人家三十多岁才来开始一个 我的频道也是因为除了想尝试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没有说这种YouTube是一份事业啊 但是我就是还想试一下 可能也可以为我的后路来预备一下 我也是在慢慢的在考虑吧 好就是我就是想要说的 就这样子了 然后就介绍大家去看这套韩剧 看了之后觉得还是对大家有说得着的 谢谢啦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要这样子了 再见了大家 哦我忘了介绍 今天的嘉宾有一个帅哥 看不清楚就算了 就是帅哥陪我 好了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请再订阅 多多支持订阅 然后按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谢谢 再见了大家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